亚当和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之后,他们生养众多。 但是人就不断做坏事,他们把天父都忘记了。 但诺亚却是例外,诺亚爱天父。 天父很忧伤,因为除了诺亚,所有人都把他忘记了。 他将重整这个世界的计划告诉诺亚听。 照着这个男徒去做一艘方舟。 于是诺亚和他的家人就开始建造这艘方舟。 大船做好了。 天父说, 带你的家人和所有动物每种两只进入方舟里面。 动物里面有鱼动的,有爬行的,有跳跃的,有奔跑的, 全部都进了罗亚里面的新船里面。 当所有人和动物都进了方舟, 一切都被水淹没了。 方舟里面所有乘客都平安。 罗亚和他的家人非常高兴。 方舟最后停泊在一个山的山顶上面。 天父吩咐罗亚离开方舟。 罗亚和他的家人都赞美天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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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